吃土是一种网络上的自我调侃 你知道吗?河南有个地方当地居民真的吃土 10月26日,河南几元王乌山举办吃土大会 数千民众扫光一吨土模 活动现场,处十位土模制作艺人热火朝天忙碌不停 大铁锅排成一排,他们向民众展示土模制作过程 此前工作人员已经准备一吨多的土模 摆成手捧巨碗的画面 呼吁大家珍惜粮食,供民众免费共享 莫名而来 现在锅味挺香,也挺脆的 但是不知道怎么做的 在那一看,哎呀,原来是这样做的,挺不错的 在外地的时候,我有时候特别想吃一些家乡的一些 就是这个土模特产 土模在我的思绪里一直代表这就是家乡的符号 今天听到几元有个吃土大会 今天特地从外地跑回家来感受一下家乡的味道 土模手艺传承人介绍,土模是河南几元当地特色食品 制作土模最重要的是原料 土必须用几元本地的观音土 这种土,土制细腻,无任何杂质 碾碎用筛子筛出来后,就像白面一样细腻 和面时加入不同的原料,调制出不同的味道 将面切成块状或者条状后 倒入翻滚的土中不断翻炒 炒熟后,用筛子筛掉多余的土便可食用 土模具有饧皮健胃,消质化石,柔和肠胃之功效 本草纲目记载,碧土半炒,借土气助脾 多用于脾须谢谢 土模它的主要探行的是做小火 过去是在当地,它怎样作为一种食品 作为人民的生活中 到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社会发展了 所以土模成了一种地方塌陈 土模一直在网络身流产资金 一直没有短 当地人外出的时候 还有呢,离开家乡不在乎来的人 他就把这种食品带到外地去 这是一种乡筹,是一种眷恋,是一种念想 土模发展到今天 它不仅成为一种美味食品 而且在当地形成了一种产业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